比如說我要把這邊的123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以往要怎麼做 以前是可以這樣做啦 就是說 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再利用什麼 資料裡面有個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的話你可以用固定的寬度 是不是 因為它固定寬度 下一步 然後可以用選的 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 有沒有用選的 然後你把什麼 把要的留下來 要的就是這一塊 下一步 這個不要 所以這個不會錄 這個也不會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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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完成 丟到哪裡 這個地方丟到這裡才對 丟到C12按完成 然後要不要蓋過去要 這樣也可以 可是 這個還是要手動 但是已經比較快了 總比那個比較笨的方法 所以 這又是一招了 假如說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那這個也是個方法 利用什麼 資料剖析裡面的什麼 固定寬度 不過前提是要固定寬度 如果你那個資料假如說 又不是給你放在固定的位置 那很抱歉 剛剛做的動作 也 不OK 還是要寫程式 所以其實 為什麼一定要寫程式 其實主要就是說 當你沒有 對應的功能的時候 那你又不想 塗法煉鋼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就要想 用什麼程式 可以解決對應的 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除了這個 吃壞的方法 當然我剛剛講到 你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改 我改的方法是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 基本上的話 我把這個 這個先關一下 這個等一下會來講 那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拿什麼 長寬高 這個程式怎麼寫的 其實我是拿什麼 拿剛剛的這個程式 就是切割的 這個程式來改 那主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的話 這個 這個拿來 第一個我是 我是先建一個 長寬高 的一個sub 然後呢 也許你就可以拿這一段 的中間 OK 就是復迴圈先不要 我們先拿什麼 復迴圈裡面的這一段程式 然後按一個shift加tab 他 凸排一下 那先跟他講說 你先針對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應該是 B2吧 所以你就先跟他講 2 在B欄 那幫我去抓那個 錢瓜糊 所以錢瓜糊的地方 放在這裡 所以你就把它選一下 取消一下 把 其實我改 位置改一下 然後瓜糊改一下 就是前面的這個 符號是什麼 本來是 前的中瓜糊改成這個全形的 前瓜糊 然後底下這個應該不用動 然後這邊的話可能要這邊也要改一下 後面的瓜糊符號不一樣 所以把後面的瓜糊一樣複製一下 再按取消 然後切到Visual Basic之後把它切上 所以 這樣的話我就切到錢瓜糊 然後再切到後 再來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我要把資料串接 可是問題喔 我們這裡不是要串接 我們這裡是要做什麼 我們這裡是要把它丟到這裡 CD 那這是第幾欄 這邊第2欄嗎 第3欄 345 所以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放比較好 那應該是不是串接之後再丟喔 應該是 這行就不要了 這行應該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一邊取得資料一邊丟 OK所以喔 我們理論上應該是 丟到哪裡 所以這個應該就不用串了 那應該是把這邊 留下那個什麼 我們要的應該是前面的 就是這個資料 這個是我們要的 這個就是放125 135 255 然後放哪裡 放哪裡 跟他講說 放在 我們的 第2列的 應該是 C D E 可是問題你如果現在是 那第幾列第2列 可是如果你這樣放的話 他應該執行的話 就會變成全部都放在這一個 那D1怎麼辦 所以顯然喔我們這邊需要有一個 這個功能 他可以怎麼樣 他應該是剛開始應該是放在第3列 然後呢 放一個資料之後 下一個呢 就是放在 下一列第4列 再來就第5列 OK 那要怎麼做比較簡單喔 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 之前用過的 變數 叫K K還蠻萬用的 K 剛開始 第3列 要不要跟妳講第3啦 K等於3 為什麼3 因為C就是第3欄 那我可以把這邊改成 K 也就是說他第一次放的話 他幫我放在第3 第2列的第3欄就這裡 那可是呢 當他放了一個資料之後的話 比如說他先放 125 那下一個應該135 所以呢 我就把什麼 K加1之後存回去 K等於K加1 那這樣的話呢 K本來是3嘛 那加了1就變4 所以第4欄的第2列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第5欄的第2列 那不就符合我要的 所以喔 其實我這邊喔 為了要解決什麼 解決這個哪一欄 的問題 那我就用這個方法 這個是我想出來 我是覺得這個方法應該 算是蠻好理解 而且又簡單的方法 有沒有 第幾欄 原來是第3欄嘛 OK 所以初子子一定是第3 那對應到就是C 那把它加了1之後 再換到下一欄 再加1就變換下一欄 所以喔 這個理論上應該這個執行的話 應該就是先放125 再放135 再放25 OK 如果OK的話 那應該底下全部都可以跑完 所以執行一下看看 有沒有 125 135 25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 這個可能 如果以下沒辦法完全懂 只好 回去改 因為這個也是從上面改下來的 然後最後 做什麼 最後的話呢 這個S其實也可以拿掉 因為這邊不需要串接 那再來的話就是 也是一樣做回圈 所以for 有沒有 就把這個放進來 for I 不是2 2到8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所以跟剛剛一樣 再來就是把這個裡面 捏這幾行 把它搬到這邊來 然後按個TAB鍵 並且呢 把這邊的 2 改成 I 這邊的 2 改成 I 這樣的話 改完之後有沒有 應該程式OK 執行看看 長寬高 這邊長寬高 全部就OK了 有沒有 而且這個還蠻萬用的 以後不管是不是固定寬度 反正你只要是 不確定的 數量的那個 刮斧 其實都也可以用 類似的方法把它完成 所以這個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 假如說你要拿來 做 修改的話 那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 比較特別應該是這個 K等於3有沒有 指的是 這個 這一欄 這個是 CDE 然後這個 K等於K加1 那這個 其實我還蠻喜歡用類似的方法 好像在我很多地方 程式 很多都會用到K 那這個什麼時候用到 只要是 你是向下一欄 或者是向 向下一列 其實都可以用 類似K的這種 加1的這個概念 好不好 再來的話 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範例原則上大概 就先講到這裡 那其他當然 還有其他的解法啦 各位如果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看 OK 那待會的話請各位再看 第二個單元 那請各位 直接幫我開那個 326 班級查詢 成績查詢這個範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